台中市平地原住民议员补选 登记第三号的台中市议员候选人吴俊 2020年3月31号下午3点 在台中市南屯区工业18路竞选总部前 举办一场造势大会 立委黄仁 妇人王春梅 中华民国运彩工会理事长何玉琪 也都亲自到场参加 数百名原乡的支持者跟热情的民众 高喊三号吴俊当选 希望他顺利当选台中市议员 吴俊过去是一个大导演 能够拍摄每一个原住民的生活形态 让国人知道原住民在大台中 台湾的这块土地是一个主人 能够让全国的主人 全国的乡亲了解原住民的生活的生态 所以吴俊是绝对 好 三号绝对可以担任这个市议员的责任 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吴俊 二十多年来持续透过影像 为台湾原住民发声 也深入了解都会区原住民的生活辛苦 相当了解主人的需要 所以才决心参选捍卫原住民土地跟教育正义 延续原住民传统文化 在这场造势大会当中 除了有教会圣歌的合唱团之外 吴俊的太太还有众姐妹 还特别上台演出一场原住民舞蹈 让整个现场变得相当轻松热闹 也充满了原住民的文化氛围 记者陈文旭 肖友金 台中报导